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寻春秋 近年来在考古专家的强烈要求下 国家大力支持我国的考古事业 很多专家纷纷加入考古的行列 但是他们的挖木行为一度遭到失人的强烈反对 因为专家的行为违背人伦 很多伪专家更是为了木中的文物 肆意破坏保存完好的墓葬 为此国家在考古方面大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在世人看来 考古这项事业十分容易 毕竟考古专家随意挖挖就能得到先祖留下的国宝文物 其实考古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专家们需要在前期进行大量准备 他们在挖木过程中还会遭遇到各种离奇事件 专家在挖木过程中还会揭开历史上存在的各种谜团 比如接下来广西考古专家就在柳州第一次考古中 当地发现的墓葬一度让专家们感动不已 时间回到2012年 广西各地农村在政府的支持下获得大力发展 很多地方的村民经过自己的努力走向小康之路 其中 在广西柳州的一位老农 也像往常一样在自家的田里耕地 接下来发生了一线诡异的视线 自家的老牛竟然莫名其妙地陷入神秘的大洞中 着急的老农立即联系附近的村民将老牛救出 令村民没想到的是 他们在大洞中发现了大名失传已久的特级牧丧 朴实的农民为了保护墓中的文物 他一边阻止其他村民哄抢宝物 一边紧急联系附近考古勘测的广西考古专家 听完老农的举报 专家联系当地警方后 或速赶往考古现场 当专家到达后 他们立即要求警方驱逐围观村民 并且将现场紧急封锁24小时 随后他们对墓葬展开保护性发掘 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 他们成功挖出大名永乐年间的珍贵瓷器 多达3000多枚的古钱币 相对于这些文物 专家更希望能发现一些有文字记载的东西 很快一块墓志明便出现在大家眼前 专家靠此确诊 墓主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个朝廷重臣舍利 这块墓志明上记载的文字 总统有一千字 大家看完墓志明上的记载 无不感动古代爱情的伟大 原来这个墓志明上记载的 全部是墓主舍利对妻子的思念 美好的爱情总是容易感动众人 还有专家见此情景 当场就流下了眼泪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